早安 歡迎收看哲虎通 隨著投資加密貨幣的風氣越來越盛行 市場都相繼地推出即時通訊功能 與加密貨幣錢包結合的應用程式 NFTX就成為今年的全球焦點 不同的區塊鏈通訊App近日都宣布被收購 今集FinTech全方話 請來業內人士跟我們分析未來的趨勢 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的FinTech全方位 我經常說科技帶給我們有很多突破 其中我之前探討過很多金融科技 如何為我們日常生活帶來便利 但如果說到區塊鏈技術 如果轉去跟藝術相關的 一些投資價值的話 又應該怎樣去看呢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很有份量的嘉賓 德特李 歡迎你 你好 陳奕希 歡迎你 Hello 其實我們都說了 區塊鏈技術都是一種很顛覆的概念 我們常說一些創新的技術 應用在不同的行業 或者不同的層面 其實是令到這件事帶來了一個革命 或者是所說的突破 兩位覺得現在說到區塊鏈的技術發展 情況是怎樣呢 在香港算不算是已經逐漸走向普及化 德特李 我覺得仍未是 對 因為還有很多應用 都還未打得開 但炒幣就很熱 區塊鏈不只是這些虛擬貨幣 但你覺得現在算是接觸的人可能很多 但是真正認識的 其實可能是否不算多 是真的不算多 因為區塊鏈其實它的用處很大 譬如NFT 就是Non-Fungible Token 它的用處不只是虛擬貨幣 它可以用在很多場面 用途那裏 即是可以將市場搞大很多 譬如我說 就在這些collectibles 即是那些收藏的文物 就一些artwork 那些就可以用NFT來做 現時很熱的就是Digital Art Digital Art 它就用NFT來打包 一起去交易 這個已經做到 幾多billion 我都不記得了 即是美元 短短到一年 都不夠 就是這樣 在外國的情況 真的很洶湧 你看到一些拍賣的時候 大家的熱情 和最後的成交金額 是相當之大 不過看看Dr. Lee 怎樣可以 由你開始 在香港 帶多些這方面的資訊給我們 阿希 過往其實你的研發 走在很多人的前面 對於區塊鏈 你的看法又是怎樣 其實我自己 都早在2015年的時候 已經研發區塊鏈裡面的技術 其實最初都是想著 看到一個新的技術 在市場上流行的時候 我都因為興趣的緣故 自己不斷買一些設備回來 甚至下載軟件 或者自己去開發 開始接觸這件事 那時候都是 開始有些掘礦的東西出現 然後慢慢有不同的貨幣 最初是比特幣 然後可能有Ethereum EOS等等 有很多智能合約 到現在發展到 其實我覺得 區塊鏈這個技術 是一個在金融也好 或者IT也好 是影響世界的一個發明 就好像以前的互聯網 可能會是這樣 原因就是 其實它的應用層面 剛正如Dr. Lee都說到 不是只是炒賣、炒幣 其實後面的技術 是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括可能是一些保險 一些行運或者銀行 要做一些結算 怎樣可以更加清晰透明 更加裡面的數據 不能被人散改 有這些特性 甚至有些去中心化的特性 令各國之間的溝通更加公平 這些是可以做到的 又或者甚至簡單些 可能Murror演唱會 要賣票 那我要怎樣可以用一個NFT 或者用一個區塊鏈 去達成這個賣票的Ticketing 其實都可以用區塊鏈去處理 那它的好處是甚麼呢 譬如說現在大家去買票網 可能Murror演唱會 它將一萬張票給了A網 二萬張票給了B網 三萬張票給了C網 大家去買票的時候 可能我會比較熟 用A的網去買票 那我就以為 因為裡面只有一萬張票 我就以為很快就賣光了 那我就沒得買票 所以用了區塊鏈 不用有資源分配上的不平衡 譬如我會知道 大家都是根據區塊鏈上 市場上有多少張票 而做買買的 甚至定價都可以由市場去決定 那我就不需要去跑運 那麼多個供應商 那麼多個地方 才撲到那張票 我在區塊鏈一看就知道 現在整個過程裡面 整個Pool裡面 有多少張票可以買呢 這個可以做到 另一方面就是 譬如說 在結算上 亦都可以用電腦自動化去處理 譬如說 以前就是A的網賣完票之後 然後就要出售 就要錄下 沒有這個位置 少了一張 對 少了一張 但區塊鏈就立即 整個智能合約就已經完成了 不需要很多中心化的系統 或者不會怕會倒極 因為大家一起搶的時候 就會倒極 區塊鏈因為大家已經有很多很大的網絡 所以就不會倒極 這些會有著的好處 未來再發展來說 其實在技術上還有很多 我們現在可能想到 或者想不到的事情 是會發生的 甚至可能關於一些人工智能 大數據 怎樣可以在區塊鏈上 挖掘一些數據 去做人工智能的分析 這方面其實未來的發展 都是一個很大的發展的空間 正如在希所說 就是有些想不到 或者是有些已經進行中的項目 其實大家都是很有興趣的 Dr. Lee剛才也提過 就是藝術品一個NFT的模式 就是我們看到 原來有一些過往表畫 古董一個的實物 或者是一幅畫 其實現在透過區塊鏈技術 已經是去到一個不同的層次 交易都不同 Dr. Lee可否說一下 其實可能對於一般的觀眾來說 都會有少少的不明白 就是過往我們可能去一個展覽會 或者一個拍賣會 我看到藝術品有興趣的 我投完之後就拿出一個實物 但是將這東西 應用一個區塊鏈技術的時候 其實是怎樣運用得到呢 即是現在的NFT 差不多全部都是Digital Art 沒有跟真面實物聯繫 現在我們做到NFT 將實物打包到NFT 所謂打包 我用一個字眼來講 真正怎樣打包呢 就是一些技術來的 首先就是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真正改變整個 藝術的市場 一般人呢 我們去拍賣 或者去那些museum 那他特別買東西 買完之後 他們想換甚麼地方 就說就是要上 Requiem 後就去律師樓签合訂 人家便問你 SUUSga 這是假的 他便拿去檢驗 我拣驗檢驗檢驗些 不知道是多少萬 然后他又再卖 又怎样做呢 又再搞这些东西 现在就不是了 我们用一个方法 就是把实物这件东西 打包到NFT里 Blockchain了它 改不了的 改不了之后 我就在平台处卖 卖了 A卖完之后 他随便卖到B 他不用签过另外的合同 不用什么都不用搞 那买来买去都可以 比如我们在苗司林 我和你保管 你儘管买 你买来买去 最终你说 我拿回一件东西 那就可以拿回一件东西 拿回一件东西之后 你再卖 因为他那张Sert 就是他那个严证的Sert 已经打包到NFT里 变成了这件东西 就不用再拿去研 然后合约就打包进去 因为他的Disk 他的ownership 正正打包进去 这件东西 其实就怎么流通都没问题 那延伸了这些什么呢 就变成了 我不是只是collector 我是收藏家 我只是买一件东西 我去那些拍卖行 我买完之后 然后又求拍卖行 你给我买回去吧 拍卖行又不知收你多少 多少% 好复杂 很多 很多程序 很复杂 因为拍卖行 他有信用 别人送拍卖行 不是信你 拍卖行收了你这件东西之后 他觉得便嫌一轮了 收你一笔钱 他说真的 好的 他就拿出去 买的那个 他信拍卖行 但现在的NFT不同 他打包了它之后 他就blockchain 你改不了 这个 那接着就可以一直这样流通 就好像变成了 你这些收藏品 就好像真正在股票市场 那样 trade 那样就不同了 那变成了 有些人我想投资 我又不是收不收藏 我收藏有些兴趣 但我真的投资 那些保值 那这个保值的这个概念 市场呢 大了很多 很大很大 那每个人呢 就可以拿那些 那些股东好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张大千 那些画都拿出来 他就blockchain 那些全部全部 打了NFT 那这个市场 他可以不卖自己 他 即将它放在股票市场那里 或者放在他的币 或者什么 我不卖自己都可以 看看他的价值是怎样 那些股票 即是你那些股票 你只是低到股票行 而已 你放在那里 你不卖自己就可以 或者你叫做很高价 慢慢等 等 等人出现 等人接货 那变成了呢 哇 那你的市场 多少 万亿 我说是万亿 美金 可能不止 可能 所以突然那个市场 大了很多 为什麽 那些股票 就是这个意思 不单是在一个收藏的角度 多了一种投资价值在里面 不过 既然这件事 就是有一个发展潜力 以及对于 未来的艺术以及收藏行业 都带来一个 那么大的颠覆性的影响 稍后回来 就要继续和两位谈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谈 继续回来自普通的节目时间 Dotally 刚才听你说 NFT的世界 在我们的想像中 应该是很大的一个画面 因为说一些投资价值 收藏价值 两样东西联合在一起 其实现在说回市场开放 在外国是不是真的很热热 我看到很多时看新闻 又看到拍卖就很受欢迎 推出有很多名人 推出自己的NFT 也大修往生 是的 但他们暂时还没有用NFT 贴到实物 现在全部是胃色 泉雖化那些东西 所以還有很大空間 還要完善一點 要將NFT 即是Copyright Ownership Deed 要打包到NFT 這樣才完善到整個流程 NFT就已經Blockchain 你收改不到 問題是 那件東西放進去 是否真的那件東西呢? 要它認證 對 譬如你放進一個Digital File 它可否是Copy了其他東西 或者它修改過的 你怎知道它是那件東西呢? 除非是Original的Owner 它賣出來 你認受性的 但你再賣 你怎知道它是那件 下一步的NFT就規管多些 有多些完善的制度 未來其實Dr Lee說得都很對 如果在下一步會有更多 關於Copyright上的認證 可以由Online去Offline Offline又去Online 有一個橋樑去做到這件事 其實可以令到Fusion NFT 發展得更加好 更加成熟 以及建立更多的Infrastructure 即是基建 而這些基建是有公信力的 現在如果大家 給大家一些小提示 如果大家想評估一下 NFT是否真的值得買的呢? 是否真的有價值呢? 其實就要確認一下究竟 因為是人有技術的話 其實都可以發行一個NFT 擺上區塊鏈上高 那你怎樣認證你發行那個人 是真的那件藝術品的擁有權的持有人 又或者是那個Copyright的擁有人 譬如在買一個NFT的時候 之前有一個情況 就是在Twitter上出第一個Tweet的人 就把自己的TweetNFT了 那你就要認證 究竟這個人的帳戶是甚麼呢? 是否真的出第一個Tweet呢? 跟著他的Wallet Address 是否公佈出來的呢? 而你在買的東西 是否跟這個Adress 是同一樣東西來的呢? 是對的呢? 那你就知道 原來你就相信我這東西 才去評估它 真的有價值在這裡 我們研發了一些新技術 就是把文物或藝術品 真正打包到NFT 正正式式 這個NFT是聯繫了在這十年度 是改不了的 譬如你 就算我講一個例子 你去一個古董 你出了一張證書 或者你在拍賣行買了一件東西回來 出了一張證書 證書就說明這件東西就是這件東西 跟著我賣給你 那你怎麼證明這件東西 你又要拿去再檢查 要不然你就相信我 但現在拍賣行不一樣 你相信拍賣行 跟著你又再賣又怎樣呢? 所以現在我們有一個技術 就是 真正把這件實物打包到NFT 跟著你怎樣賣 最終它放在我的博物館 我可以收藏住宿 它提貨之後 它可以證明到 用它自己的方法 用手機就可以了 就可以證明 這個NFT就是這件東西 我不是只給收藏家 或者是那些專家 然後認識這些東西 拿出來就行了 我知道這件是真的 你普通人都可以買得到 或者是 我不是一定買 我是投資 投資 如果說投資 市場就很大 不過如果說到交易方面 就要問問阿希 其實大家有一個憂慮 怎樣可以確保數據的加密交易 其實就是現在的技術 是否已經可以做得到 其實我們最近推出了應用程式 裡面也有一個錢包功能 可以加密交易到一些加密貨幣 所謂交易的意思就是傳送 裡面我們支援到一個熱錢包的功能 亦都有一個叫Pyfix 即私密錢包的功能 即Pyfix Wallet和Hot Wallet 裡面其實有一個密事 用一個叫Pyfix Wallet的功能去傳送 直接在區塊鏈做交易 好處就是裡面會有一個地方 可能是你開始的時候 去生成錢包的時候 會記下一個十二個英文字 每次你做轉帳的時候 其實都要重新用一個叫做密事 去做簽名 其實就算我 我的開發人員 任何人都會拿不到這個簽名的密事 所以其實就會令到整個過程安全很多 保密功夫做得很足 是的 保密功夫也做得很足 亦都不擔心中間有人會修改了一些東西 或者令到訊息有錯誤 就算有人去中間修改了一些東西 他都不會成功地認證到交易 他就會被幫忙 最後都想問一下兩位嘉賓 對於未來的一個看法 我們一開始已經說 是一個科技顛覆了 就是傳統很多不同的行業 現在連藝術或者收藏行列 其實我們都預視得到 有一個不同的將來 你們心目中 預視的一個數字年代 將來的發展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很多東西都虛擬化 我們都不用太多實體在做交易 其實這個世界慢慢就變化了 譬如現在疫情 如果想像不用上班 這個很方便 其實真的不用上班 但是我多做交易 在家裡假裝 但是方便了很多 你可以先照顧一下寶寶 然後又回來再開會 不是你要… 沒有什麼界限 不是你關鍾 你正在上班 我要回家照顧一下寶寶 又回到工作 不用那麼方便 就是那個世界 變成沒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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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熙呢 你覺得未來的新世界是怎樣的 我覺得都是方便了人類 還有效率會提升 工作的效率會提升 玩的效率會提升 什麼效率都會提升 還有我們的速度會更快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可能我們的腦 人腦都會更快 因為你剛剛也說 工作可能以前要搭車 到處去 現在可能這一刻你正在開會 同一時間你WhatsApp正在回覆 然後我自己也試過 同一時間開兩個Zoom的會議 一個在聽 一個在說話 所以其實會令到我們的 接收資訊 還有表達資訊的速度都會更快 未來加上人工智能 其實你可能不需要 很多工作都會自動化去處理 譬如說是開車 司機 可能未來的車 可能已經很大部分 都可以自動去運送 那些貨物 或者甚至是的士都可以自動 就會充滿了我們很多人力資源 去做一些更加 改變世界的事 一些重複性的事 就不用太多人做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把握自己的機會 認識一下新科技 因為未來我們多了時間去思考 就應該想多一些突破性的事 去改變世界 最後一次多謝Dr.Lee 也多謝阿希 下次就跟兩位聊過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 我們下次見